哈喽大家好 说的就是要控制住 买东西的欲望 一定要控制住 就是最近不是流行 一个词叫剁手吗 那已经是买了之后的事情的 就是说一下 因为我 我不是在加哥旅游吗 所以就会逛那个outlet 那商品零蓝满目 而且各种打折那种 那种跳水架在诱惑你 你能补东西吗 我今天就去了一天 我在今天还是赶紧 black friday的那个特会 从六点多一点吧 开始我们去 然后一直逛到了十一点 一直逛到了十一点 快十二点了 所以什么 但是我就是控制住 自己不去买 所以最后我真的就没买 我就跟自己说 你要买就输了 你要是买 你就是心动了 心动就是迷 那你就输了 你学佛法 你白学了 你这几个月练就的功夫 就尽毁 我就跟自己这样说 所以最后 我并没有买东西 有帮别人买 但是我并没有给自己买 其实我有看中好几样东西 但是我就跟自己说 你买了你就输了 你根本不需要那些 然后就这样 所以大家呢 就是要控制住买东西的欲望 那些都是外物 没买就没买 你看回来之后 我没买也就 也就那样 我不是很缺的东西 所以大家控制住买东西的欲望 看蛋那些商品 漂亮啊 或者是行好啊 看蛋 其实就是一种波动而已 花钱 花一大笔钱 买回来的就是一些波动的东西 何必呢 对不对 加油